中文詩的生意 當我做自己的Project那時候 過程會進展得快很多 但是就合作那時候 產生出來一些 有些事情我不會這樣做的 如果我自己做自己的Project 但是兩個人做的那時候 我們就會有這樣的決定了 這個合作應該是我們定了一種所謂的collective的想法 這個collective的想法好像是一個公司或集體的想法 即是它已經變成了一個self-contained的價值 在中間參與的時候我們都很清楚這個project在想什麼 在發展中大家也容易有一種默契 知道大家都在追求人 跟個人組的創作不同 他剛才說你個人創作很可能會突然之間轉了另一件事 都是OK的但在這個project裡面這個基調之下反而很明確 所以兩者的合作不單只是一個cooperation 即不是分工去將這件事做 而是將大家的一些想法混合在一起 然後成為了一個teamwork 還有一件有趣的就是由於我們每個project 譬如這個project我們都由開始到現在都一路變化了 有五年時間這樣去發展 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在我們一路創作過程 給我們一些空間去審視我們創作的東西 從中我們可以作調整 作一些的推演 那個創作過程跟你想過的理念去執行是不同的 其實那個所謂的執行是在不停地演化的 我們如果看回我們第一張拍的這樣的相片 還有我們後期拍的這些相片 其實在外觀上可能沒有什麼大分別 但我們知道裡面有一些很細微的想法 或者處理的方法我們是有變化的 那個可能我們自己知道 但也很難說出來 但我們也明白那個變化 是令到最後整個collection 是成熟程度會提高了的 或者那個理念上的思考是會圓滿了的 我覺得我享受那種一路做一路develop的過程 和一個人做的時候想到計劃去實行是不同的